整路的鞭炮放不停 街头留下一阵烟雾弥漫 不得不减速慢行 站车上正在车嫂的候选人 几乎快消失在正整白烟中 宣传车大摇大摆行驶在路中央 右侧有选民就往右开 左侧民众挥挥手 更直接逆向跨越 挡住对象来车 上下巴的民众等到双手抱胸 不耐烦全写在脸上 车队浩浩荡荡占据双向道 这俨然把马路当自己家的开法 占据整条马路 逆向行驶根据交通处罚条例 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我们车少的时候 我想你们都可以看到 我们一路都有交通警察在陪伴 在指挥交通 所以我们在行车过程里面 都是遵循我们交通警察的这个交管 那但是我想每次少接好 我们车队比较长 所以难免会造成一个困扰 对于侧耳的鞭炮声 沿路失放 经过学校广播车也音量不减 张善政进办表示 是民众自发性的失放 会提醒尽量减少 但危险放鞭炮逆向行驶 也已经严重影响行车安全 三连圈曾建讯 科幻圈桃园采访报道 华兰桃园采访报道 桃园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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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睇访报道 收睇访报道